6天比赛怒送170个人头 麻辣香锅在忍住不喷电棍挑战中 坚持了6天 获得了乐山大佛称号 你也来试试吧 你打这个比赛意义在哪 你告诉我 6天了一次没改 你说猪都能改了吧 何况你还这个前职业 你菜无所谓啊 这都有失误啊 但你有改过吗 你有改过吗 你有改过吗 我问你 你滚吧你真的 没脸皮的东西 就你这样还直播 你直播你 一个前职业生 你打一下你真的有脸吗 你啊 6天了一次没改 啥子该比你菜 别人知道练知道 滚 你是个什么 你告诉我 我打你 自己玩去吧 滚 事件的奇运也非常简单 就是棍哥 黄送6天 还各种找理由 各种嘴硬 辣香也实在绷不住了 而电棍的回击 就非常的具有攻击性 表面说自己无所谓 结果句句不离亲人 关键昨天还是母亲节 不是我真无所谓 我真无所谓 那个温度连给他 练出来装合 装合进去 就骨头都装不了盒里 但是现在祝福他一波 可能就能练出来了 就能装进盒里了 就香锅明天就可以 绷着那个盒子 举着一个笑番 出去就行了 没事 麻烦香锅要打就得抱 盒打 别人披着东西 他直接抱着 他绷着盒 要不就举着盒 希望他用 装他的外设 蜡香在退出语音后表示 电棍的人声攻击 不过是被戳到痛楚罢了 这比赛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但没过多久 疑似官方下场调节 两人先后在直播中 互相道歉 世纪大和解 对 就是 说你母亲的这番话 我想道个歉 不管你愿不愿意 跟我打这个传奇杯 反正你要是愿意继续打 我还是可以 就是继续练 就我毕竟已经 十年没有打过职业了 我的这个水平 就是 确实进步的比较慢 我肯定是想好好打的 所以说 郭老师对不起 郭老师对不起 希望这个 能原谅 但你不原谅我也没事 对因为毕竟我这个言论 比较的过激呀 我给他道歉呀 我骂了他 我压力他了 我给他道歉 对不起 但是真的 真的 不能在一起打了这个 我真 我只想单纯对这个游戏内容 我觉得 就没法跟他在一起玩了 确实是我先压力他的 这个 我承认啊 这个我承认